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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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人人志士响应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 以坚毅的革命热忱从事了十次的起义 不屈不挠才推翻了满清的专制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 全国的军民也是凭借着爱国的热忱 奋斗牺牲才打败了奸甲利兵的日本 中华民国在国共战争失利退守台湾之后 在贫邻父王之际 也是靠着国内外的同胞不离不弃 坚持奋斗的支持 才能够度过艰困的岁月 实现了三民主义的理想 建立了完全民主的政治体制 以及举世倾限的经济奇迹 去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已经达到了9.9% 将近10% 而且进出口大量的增加 在全世界190个国家之中 我们是美国的第12大的贸易伙伴 我们和美国之间具有共同的价值 都是尊重民主及自由 而且我们跟美国之间有广泛的 共同的政经利益 最近这一个多礼拜 我在美国中西部各州 趁着参加各州州长就职典礼的机会 见到了多位的美国的政界人士 从他们对我们显示的友谊中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在台湾的成就 已经获得了美国友人的尊敬及支持 这种我们在中华民国获得成就 想必让我们的侨胞们同感欣慰与骄傲 各位侨胞先进 中华民国就是依靠你们的热忱支持 才能够一次次克服了艰难贤族 日益繁荣进步 在民国一百年新春的此季 回顾过去百年历史 我们可以说 中华民国在政经文化方面的建设 成就已经对中华民族提供了重大贡献 足以作为华人世界的典范 而且非常的可能在下一个百年中 在科技的提升 文化的创新 民主的发扬 及和平维护方面 对整个华人世界 东亚地区及国际社会 继续提供更大的贡献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迎接下一个黄金百年 最后我要感谢这一次晚会 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 同时当然要和大家一起 共同敬祝我们中华民国 国运昌龙 也敬祝各位侨胞来宾们 新年万事如意 平安喜乐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我们谢谢 谢谢盛处长 我们接下来 有请我们芝加哥 中华会馆主席 欧一平先生致辞 盛处长 盛处长夫人 郭副处长 郭副处长夫人 中心的 陈主任副主任 中华会馆的 前任主席们 各位桥团的 各位桥团的领袖 各位贵宾 还有我们的桥教 各界的桥团领袖 女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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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们 记者们 大家好 大家晚安 中华民国 新逢百年生日 芝加哥中华会馆 协同桥团 桥学各界 从元旦 上午11时 与每家各地 同步举行 升级典礼开始 已经开始了 序幕 随着中华民国的国旗 冉冉的升起 在我们大芝加哥 桥学各界的 唐人地区 拉起了 中华民国 精彩的一百年 系列的 庆祝活动的序幕 也就是我们桥团 一连串的 精彩的活动 热闹庆祝国家的 百年的庆典 展示了每家 桥团 桥学各界 对国家的 热爱 同向心力 中华民国 走过了这一百年 不是很容易 回顾国父孙中三先生 在1911年 推翻满清 建立了亚洲 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他是一个 伟大的爱国者 他拯救了我们中国 也制定了政治 经济 教育 计划的方针 在我们中华民族 的历史上 是一个 一个开始的 非常的骄傲 事后经过了 无数的 战乱 艰辛 荣辱 苍苍 抗日 苦难 国家 风雨 摇摆 政府到最后 牵台 但是我们 凭着我们 卓越的智慧 和我们的勇气 税翼的建设 创造了局势 共度了 经济的 经济的 奇迹 是使台湾 成为中华 文化的保持 民主的灯塔 缅怀一世纪的辛苦 芝加和中华会馆 坚持着支持着中华民国 始终不变 传统桥社 侨学各界 对自由祖国 忠贞爱国的理念 也是不变 关心 与奉献 无感 中华民国 以国父三民主义 治国的理念 民主自由 平等博爱 人权法治 普世的价值的坚持 在庆祝中华民国 建国一百年的同时 通过了庆祝的活动 促进侨团的和解 凝聚爱与希望 共同来迎接 一个新的时代 创造新的未来 写下 下一个百年的开始 我愿大家共同努力 提照百年千秋万代之 苍新国运 做一个自由而骄傲的中国人 恭贺我们中华民国百岁 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欧主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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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 中华民国驻芝加哥 华侨文教中心 陈永峰主任 代表 乔委会 致辞 百岁青春会的筹备单位 我们身处长 欧主席 我们董建林女士 还有我们张秀贤女士 各位朝界先进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 来参加我们百岁青春会的晚会 那我想回顾我们百年的历史 从建国到我们抗战 到我们民主建设 乔包始终站在最坚强的一个岗位 在替我们国家来做出 最大的一个努力跟建设 在此 请代表中华民国乔委员会 特别感谢各位乔包的参与与付出 相信在我们各位乔包的努力之下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样的成果 带到全世界 那也希望我们未来 能够迎接一个更灿烂的一百年 在此再次谢谢大家 预祝今天晚会圆满成功 谢谢 谢谢陈主任 谢谢